校長 各位親愛的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畢業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市長賴清德 恭喜你們進入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生旅程 在此我要獻上我的祝福 期待你們不論升學或就業 都可以為自己的未來創造價值 規劃自己理想的人生 同時也要在此特別感謝校長 敬愛老師們你們辛勤的教導 夢想沒有極限 打造多元學習環境是我的堅持 擔任台南直轄市市長以來 我的教育理念在落實常代分班 讓同學視性發展 也要求每個學校要發展自己的特色 讓在台南市生長的孩子 有更快樂的學習空間 我始終覺得 讀書可以讓我們生活更美好 閱讀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培養閱讀習慣要從小開始 從書中認識自己 找到自己的專長 作為市長的我 希望用教育幫你們裝上 飛向夢想的翅膀 花灰所長 實現抱負 人生有無限的可能 各位同學千萬不要妄置悔薄 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人是天生的運動家 有人是天生的書法家 也有人就是沒有其他的專長 只會讀書 一枝草 一點鹿 上天給我們生存的機會 但要在人生畫布上 如何精彩呈現 就看你我的畫筆 如何描繪這精彩的人生 來自台南的名導演魏德勝 他熱愛電影 夢想要拍賽德克巴萊多年 但客觀的條件不足 靠的是棄而不捨的精神 與堅持不斷的努力 距海角七號之後 終於在去年完成史詩般的大作 在國際影展中受到肯定 哈佛小子林書豪 頂著全世界最令人羨慕的學歷 找到自己的興趣與方向 能板凳坐久了 也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他的沉著 有禮貌與謙虛的態度 讓全世界的人都印象深刻 林書豪傳奇一定給年輕的各位 有肯深的啟發 發揮所長 有所堅持 締造生命的光芒 我也深深期許各位 另外我還要和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在大家都認為農業沒有出路的時候 有一群台南的年輕人 他們是科技新貴 但回到故鄉台南 栽種無毒健康的有機作物 擁有高學歷科技新貴光環的碩博士 在為台灣農業尋找新的出路 真的很令人感動 最後我再一次恭喜各位同學 完成學習 期待也祝福大家 勇於挑戰自己 發現自己 讓人生更多彩多姿 生存更有價值 也恭賀各位家長 孩子畢業人 讓我們共同為孩子加油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謝謝大家